如果业障要百分之多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呢 要达到百分之多才能达到地狱去 那如果你业障如果一般的到百分之四十 只要你百分之四十的业障 就是说百分之六十都是好的 你就不会下地狱了 六十不会下地狱的 不是到二十五三十那种就下地狱的了 二十五那是二十二十五那是上说的是天界 明白吗 所以很多人一天到晚误解说台长说什么什么天 实际上天分成六道轮回当中这个欲界天 里面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 然后再上去是圣文道圆觉道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啊 真的还什么都没听清楚台长说什么话先批判批评 哎我都无语了 哎 我也是在说如果是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是下地狱的 没有啊 你只要超过四十 你就还不会下地狱 听得懂吗 但是呢投畜生投人都有可能 哇很危险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们家里如果养了一个 家里如果养了一条狗养了一个猪 像他们这种呢 就是说不下地狱 但是投畜生到你开心啊 呵呵呵 要到百分之九少才不会跑去吃神道呢 二十五啊 才会跑去哪里啊 出生到啊 哦出生到 哦出生到一般的 你像一个人如果你至少三十 三十三十以 呃 不能超过三十的业效 明白吗 哦 哦 少数成熟了 就是七十 你是很好的 才能 不会超出生到 所以一般的一个人一辈子 做得像一个人一样 不做坏事 也不做好事 平平安安不害人 他这个人基本上都是七十 这个人就能啊 再投人啊 如果你要说要到天上去 哪怕阿修罗道 你至少要超过啊 二十 二十了 到天上 但是呢 嗯 你二十五啊 二十四二十八啊 这种都能够再投人 行的 所以有些人叫我看图腾 他想问他业障有多少 他想说二十八 这个人至少投人没问题的 明白了吗 啊 啊 明白 啊啊 听说我听台湾的都以台湾讲 如果白无常黑无常来拉人 一旦就上升到一百八 会上升到一百八成 这种是不 投不了人了了 那当然没有说一百八 就是可能就是你大概没听清楚 如果黑无常八无常是九十八 或者九十九 就可以拉走了 听得懂吗 嗯 不是越当升上去的 就懂 业障当然升上去啦 他黑无常白无常都把你带走了 你还没有业障啊 哦 哇 如果是不守不守升得很快 那 那 一百一百八 一百八成 像你像你三十八的话 现在还没有脱离 从畜生的可能 如果你超过三十啦 你比方说只有二十八二十九啦 那你就基本上投人啦 那如果你再弄掉个十 二十啦 那你一定上天啦 这个天是那种六道的天 如果你超过十啦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超脱六道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如果我们看 修到天界的时候 天界是怎样修的 还是认经的 还是 那边有体验 没有体验放生了啊 啊 都有 他不要放生啦 到了天界的话 你修就是念经啦 静坐念修 我指的是 你超脱六道 你还有机会修 你在天道里边 你就是享受的时间啦 明白了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投胎 投了人家一个少爷 整天吃喝玩乐 你说你会念经修行吗 除非有机会 闻到佛法 就叫你狗啦 哎呀 你 你现在有所进步啦 好了 明白了 师父弟子 问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 师父您最近看 一般的就是王人 大多都是在阿修罗 但是有的时候 您也告诉 一个同修 说阿修罗的话 也可以能修成 完了 有的您看图堂的书 一个王人在阿修罗的顶上 师父弟子想问你 是不是阿修罗 也分很多堂吗 师父 当然了 很大 阿修罗很大 很大 阿修罗的底层的话 也是凶神恶杀的 有些人 对 那上面的人 就是非常高贵了 也有人 高贵的 那师父 你看到阿凡达不啦 阿凡达电影看过不啦 看过看过 阿凡达里边 在树林里 穿来穿去嘛 就是底层的那些呀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那基本上 就是说像 到阿修罗道的人 他的业障 他得是有多少呢 业障啊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 我说二十 以内 才会 可以到天道 对不对呀 对 那你的意思问我就多少 我可以告诉你 二十一 二啊 二十三啊 二十五啊 也可以到阿修罗道的 就是差一点 啊 也可以 差一点 师父那您说是 你不是得差一点 说他到阿修罗道的时候 他可能也都说 就是说 到阿修罗道 好一点 是这个意思吗 就比如说 你没有超过 你没有修行 没有 没有低于二十的话 你可能就 你可能在阿修罗道 很差的地方 但是你 超过他了 你上阿修罗道 都是高尚的地方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就是想还是问 就是说 那比如从阿修罗道 到 预界天呢 这样的呢 阿修罗道到 预界天 那就是一个级别了 很高的级别了 因为能够到预界天的话 那就是在 那是在更高一道了 因为你想想看 三善道嘛 对不对 人道 对不对 阿修罗天道嘛 所以阿修罗本身属于一个 比较在人道和天道当中 这个刚刚魂魄 离开 在不上不下的时候 中阴生啊 实际上也是个中阴生啊 所以他也有人的特征 也有天的特征 他具有天的特征 就是他没有身体 具有人的特征 他是人的思维 好了 那师傅 那在预界天的话 他的业障应该是多少呢 预界天的我已经讲过了 二十以上 才能进入预界天以上 就是说你 我现在不是帮你们看 有多少业障吗 对不对 如果你二十 以内了 那你这个人死了 一定上天了 这个天 应该刚刚开始的时候 比方说你是 十九 十八 十七 你可能在预界天 你十五以上 你可能就 到了那个预界 那个预界天了 你如果到了 到了十左右了 那你可能就是 五色界天了 那你超过了 你的业障 小与十的话 那你 就可以超脱六道了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这次问一个 师傅 我想知道 我那个莲花怎么样 还有我身上的月账 占百分之多少 十 你的月账 都比人家少 你占百分之十八 那也挺多的 那还多啊 你如果在二十以内 你就可以上天了 如果你在十五以内 你可以进入超脱六道 进入那个心灵法 那个天了 那我现在还 再继续努力 然后就可以出六道了 是吗 师傅 你现在 基本上是在预界天了 预界天是多少层啊 预界天 你想想看 预界天 色界天 五色界天 这叫三重天 三重天界 把它分成三十三重天 那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 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 那个问题 你至少可以 到哪个级别 你自己心里算就知道了 嗯 行 师傅 那我那个莲花好吗 现在大的蛮好 过去小的都烂掉了 哦 那小的烂掉了 大的蛮好 那现在是修哪个呢 不要问我 修大的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是 师傅 师傅 那那个内心 那个心 我现在每天都认真的读白话佛法 读的时候经常 泪流满面的 那我怎么在修啊 我有杂念还是 泪流满面是感动 是慈悲的眼泪 是好事情 所以你问我怎么修 凡圣 每一个社团都要 好好地修 好好地修成自己 最重要的 行 好吧 嗯 好 好了 师傅感恩您啊 再见 我很累 师傅祝您生日快乐 因为我8月4号肯定打不通电话 好的好的 谢谢你 师傅 祝您生日快乐 好 满体安康 好 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